吊蝦場員工在大門口 拿起水柱不斷沖水 刷地 清洗血跡 地上還留下 凶器之一的椅子碎片 好端端生意場所 有人打架 老闆娘嚇壞了 另外一頭吊蝦場裡面 遠景貨報也前來了解情況 在店內老闆引導下 來到案發現場 7號凌晨3點多 新北市林口文化北路 這處吊蝦場大門外 發生圍毆砍人 兩個人被打得頭破血流 遭砍的30歲男子 背部中三刀 腿部一刀 索性意識清楚 緊急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急救 另外一名傷者 則額頭外傷 到底什麼深仇大恨 將人砍成重傷 警方也要調閱監視器 揪出這幾名惡煞 記者侯宇翔新北市報導